有話直說一分鐘,政府統計處8月17日公佈最新一期失業率為2.8% 是2019年6月以來最低,至全面復償以來,失業率已連續數月維持下降趨勢。 但數字對於真實就業情況的反饋始終存在局限性。 市民仍然應該未與籌謀,做好遠期就業規劃, 而市場亦應該繼續開拓更多穩定性較強,發展前景更長遠的職位,提升就業環境的整體質素。 政府公佈的數據雖然失業率下降,但有3點值得留意。 1. 是復償後最大的受惠行業為旅遊業以及餐飲零售業。 相信失業率降低與這些行業回聯有極大關係。 2. 自去年底開始,香港金融行業就陷入財源潮 並持續至今。 3. 近日正在推進的引入外勞政策亦都會成為失業率的影響因子之一。 在改善就業方面,政府除了要繼續接觸更多內地以及海外企業, 邀請他們入住香港,帶來更多的資本與就業機會, 亦都要留意如何安置失業群體,尤其是較為特殊的高齡失業者, 引導他們轉為更安定的職業,譬如保安、倉管等等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 4. 星期間 4. 星期間 4. 星期間